大家好 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 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虎报 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今天 在中国股市 又暴跌了 全线暴跌 包括香港股市 跌得够呛 对于现在这种情况 我用四个字来形容 精准定位 现在这种情况 叫做什么呢 反弹结束 我一定要有一个 精准的定位 是反弹就是反弹 不是牛 之前的五毛粉红 牛市长了一点点 就牛市 见过牛市没有 见过牛市没有 凡事不创历史新高的 就是反弹 什么叫做牛市 一定要有一个最基本的 创历史新高 什么叫牛市开玩笑呢 牛市不是随随便便叫的 我刚入行的时候 就是中国最后一次牛市 我敢打这个包票 就是中国最后一次牛市 是最大的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就是05年 涨到6124点 我敢打这个包票 就是最后一次了 以后都没有了 08年奥运会之后 全部都是反弹 因为你没有创历史新高 你都是在这个历史的高峰里面 抖一抖 那都是反弹 所以反弹就要干嘛呢 我们频道核心 这样子关了 逃命 反弹的不是牛市 见过牛市没有 所以就先来看看情况 然后再分析分析 不得了了 这一跌下去 肉不得了了 A股三大指数 三大指数 今天集体走弱 户指收盘下跌1.27% 深圳城市下跌1.87% 创业板指数下跌1.78% 颇微下限了 市场成交量还有一万页 但是我见成交量也不多 行业多数收跌 什么梨矿 什么新能源汽车 全部重挫 什么给你说 什么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 我说就融完最后一次 宁德时代 死秋秋 或者说他公司不会有什么问题 就是股票不涨了 融完就知道 最后融了几百个月 还涨个毛 以后这股票就烂在这了 不管了 然后看看香港 比较明显 香港恒生指数 收跌2.77% 香港 柔为严峻 香港这一波可能跌的够差 这一波分分钟跌到一万点 你信不信 为什么 等于在他告诉里面 为什么 恒生科技指数跌3.86% 物业股 地产跌 全线暴跌地产 我等一下再详细说地产 餐饮 烟草概念跌付居前 一般的餐饮也不行 碧桂园服务跌超12% 碧桂园玩独子 荣幸服务 荣创都要关门 跌9% 保龙商业跌7% 澳门 澳门全线完蛋 澳伯控股 鸡 鸭谱 跌超过6% 私募国际 抽烟的也不行 跌近6% 科技股要小心 腾讯是个超级 今天宇宙大雷 腾讯占的权重 非常大 马在横止 大家发现没有 腾讯这个大股东是说到做到 自从公布了之后 腾讯就一去不回头 不断的往下砸 腾讯会砸 砸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 把恒生指数砸烂 腾讯跌破100块 你信不信 没关系 现在大家觉得匪夷所思 是吧 腾讯跌破100块 我说的 我把话搁这了 腾讯就是关门都有可能 以后各个都是都是学习强国APP 搞什么腾讯 腾讯关门去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 把他关掉 以后大家用学习强国就OK了 搞一个学习APP 以后小红书 小红宝书 不是那个小红书 直接把这个恒生 恒生股市可以关门 伟大 这么伟大的一个国家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还开啥股市 股市都是个历史产物 历史文件 要股市干嘛 把股市关掉 方正控股 你看这些都不行 干风里 什么小鹏汽车 锂电池 新能源 地池汽车 全部全部倒下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也可以关掉 都可以关掉 以后就是 像以前大国企 什么餐饮公司 全国就一个做餐饮的公司 叫做餐饮公司 全国就一个理发的公司 叫做中国理发 这个中国酒店 中国网络 中国电信 中国石油 那就OK了 全球最大规模 再上一层楼 搞什么 搞什么腾讯 搞什么阿里巴巴 这些洋人 你看这阿里巴巴 这名字就不行 都是洋里洋气的 把他关掉 这些有什么好搞 美团 美团快手跌超过5% 全线暴跌 全线暴跌里面 今天我觉得最搞笑的一个事情 什么 公布了一个利好 慌乱当中 没有办法 快点找利好 有什么利好 想了一下 哎呦 想了个利好 出来 又是告诉你们 快要减关税了 这个汪文斌发出一个利好 国务卿布林肯说 马上这个拜登 要跟习近平进行通话了 然后你看 我们保持积极沟通 中美两国元首沟通 很重要 把这个拿出来 哎呦 我就想吐槽 我真想吐槽 里压的经济崩得不行 终于拿出一个利好 是吗 我快打通美国总统电话了 行了 行了 我快打通老板电话了 是吧 终于打通拜登电话了 虽然拜登可能在睡觉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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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 但拜登也不是在睡觉 这只是个梗 就是拜登也是做得挺好的 其实 那就是 他现在没有其他利好 整个市场没有其他拿得出手的 好消息 唯一一个好消息是什么 快打通拜登电话 他知道拜登好歹会接他电话 行行行 然后到时候又应约接拜登电话了 哎 那除了这个判 判星星 判月亮 终于给降点关税 人家都说了三千七百亿里面给你降个一百亿 哎呦 我整天都抓着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救命稻草一样的 哎呦 我这个你这个傻炮料 看看自己我的拿个豆腐一头撞撞了去 停起你的脊梁拜托 你这个国家算什么鬼 哎呀 这么长点脸要点脸 这么大个国家整天指望拜登通个电话 哎呀 还说人类命运共同体 真回征服台湾 武统台湾 哎就看你这德性啊 我真看不出一点点武统台湾的可能性啊 就这德性啊 就就就这卵样 就这熊样 哎呀 我终于打通拜登电话了 对吧 就就整个中国唯一的一个好消息啊 就是拜登终于减一点关税了 因为美国人啊 要买买里的东西啊 居然有人还真的觉得 这个中国牛逼 我这牛逼到哪里去了 天天求爷爷 求奶奶 求拜登 给你减一点关税 是吧 哎 好不容易 人家美国老板终于给你买点东西 你居然 哎呀 居然以为自己算根冲 我真的是注意 是吧 你压的中国什么什么灵王啊 哎呦 我一说起 我就没没没边了 那些什么所谓大公司 都不全部是苹果给你一点订单 特斯拉给你一点订单 你还有什么呢 我都不知道这个吊毛国家 还有什么呢 啊 还有个茅台 哎 真的是 是中国现在就剩一个茅台啊 这个喝酒吃药啊 其他的不是都不是事啊 哎 打打这个打疫苗啊 验核酸啊 这个以后其他都不用搞了 哎 我操 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 哎呀 这个这个主要说说跌地产啊 这个地产要给大家说一说今天跌的够下啊 首先是这个我我曾经跟他老板促膝 去常谈啊 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 鼠菲亚啊 哎 专门去过他公司开会啊啊 之前做的很不错 做的很不错啊 这个这个啊 做那个定制式家具 就是啊 后来他主要业务就是给房地产商做配套啊 就是做那个里面的书柜啊 衣柜啊什么的啊 这一般老百姓订单不是很多啊 主主要是那个新楼盘进装修交付的那些一下子一个大订单嘛 今天开盘一直跌停 超过26万手封单砸碟砸盘啊 现在总市值只剩下200亿了啊 以前蛮好的 这些现在现在也搞烂了不行了 套在里面因为机构很多啊 43家公务基金基金全套屎 那后面就就会有爆雷 所以整个市场一环扣一环啊 地产扣家具 家具扣扣基金 一环扣一环全报啊 套了很多43家公务基金 三家QV啊 两家保险机构都大大额持有所非啊 所非啊以前很好的啊 做副总经理辞职啊 就做了一年啊 又不行啊 赶紧赶紧辞职啊 也教育兴养总啊 为什么这么这么糟糕啊 2021年公司因大众业务遭受重大客户到期 商业成对汇票为余啊 就是开发商嘛 不知道是不是很大啊 被迫计提的专项减值损失 导致利润大幅下降 去年索菲亚实现 近利润1.226亿元 同比下降89% 那利润砍掉90% 2020年一季度啊 又因为税费有所增加 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税费居然能增加 李克强不天天喊减税降费 但是我看到的公司说税费还在增加 这个近利润今年一季度还继续下降2.87% 中国定制家具市场啊 是集中度非常低啊 前十大巨头啊 只是占10% 其余90%被各小品牌占有的很多嘛 定的很多会自己做 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定制家具景气度和房地产行业 关联紧密的当然了 没有没有像那个二手房很少重新打 全部砸了再做很少 现在都是一体式的家具嘛 就是他他那个衣柜一般不是摆在那 都都是直接坐在墙里面 现在都是这种衣柜他们还很少 中国很少了啊 就是就是外国有些是 啊 复古啊 复古专门找找个衣柜放在那 那那那些是 啊 玩复古啊 基本上是啊 啊 这个什么住宅新开工面积又又又是减少了 啊 2022年前五个月的这个施工面积又下降了啊 啊 然后这个这个商品房销售面积又是大幅下滑了 所以现在啊做家具的啊跌的够呛啊 还有是一大批的开发商全部退市了 我当时你看我我是 4月1号之前我说了 马上全部退市啊 叫大家赶紧论 你看说的对不对 我说他们是不想上市 他们就想退市 啊现在回看我那个视频绝对正确 没有引起重视 我我说他们会归零呢 还有几天就归零 让当时我说了 你看就正确的真真的是太正确了 啊 啊 一定要吹啊 这个这不吹不行 哎太太牛逼了 啊 现在现在全全部啊 这个7月11号 他们是到期了 4月1号不公布联报的 那就停牌 7月11号再 再没能公布出来 按照规矩就退市啊 现在所以现在世贸家造业融创 恒大澳元全部退市 以0.0001元啊 系统最低价格 这个提出恒生指数啊 哎这个全全部啊 一浪接一浪吧 反正这个现在房地产 银行啊 这个新年 哎各种各种问题啊 还有说不定啊 人家就觉得你真想打台湾 所以大家就觉得中国市场不安全 你哪天真疯起来打台湾怎么办呢 所以所以一打起来到时候就像俄罗斯这样 所以这些外资企业也会主动撤出中国市场 没人安心的睡不着觉 资产放在中国就睡不着觉啊 有的网友说抑郁啊 看吧 这个的有机会再详细说了 好吧 这个这个今天主要是这个暴跌啊 暴跌先说到这里啊 觉得有点意思点赞订阅分享拜拜